重罚130亿 帮助富豪逃税洗钱 引诱客户将钱藏在瑞士 瑞银最新判决出炉 日前 法国巴黎一家上诉法院判决 瑞士瑞银集团 协助法国客户逃税的罪名成立 处罚金额为18亿欧元 较罪面临的45亿欧元的处罚金额大大减少 据了解 该案最初于2019年宣判 彼时 瑞银集团被派罚款37亿欧元 外加8亿欧元的损害赔偿及利息 尽管罚款金额大幅削减 但瑞银方面表示 可能仍将上诉 并且希望看到上诉法院不会指控 特别是针对洗钱指控 因为这可能会损害生育 该集团表示 将尽快决定是否向法国最高法院提出进一步上诉 法国巴黎一家上诉法院日前宣布 维持2019年的一项裁决 即瑞士银行通过向客户提供一系列服务 向有关税务机关隐瞒资产 实施非法洗钱 虽然这对瑞银的上诉情况来看 并不算完全成功 但仍极大削减了两年前令人震惊 并导致瑞银股东对管理层处理 此案不满最初判决的受罚程度 这判决也意味着一场 旷日吃酒的风波迎来新进展 即将离任的瑞银集团主席 阿克塞尔维谷表示 这场风波是他优先考虑解决的问题之一 与一审判决相比 该判决有27亿欧元的经济收益 但这是一项形式定罪 因此我们将很快做出决定 瑞银方面表示 瑞银法国前银行家HRVDHALLUIN的判决 巴黎法官还确认 2019年此案中 最引人注目的银行家阿沃尔维尔被无罪释放 而他曾是瑞银财富管理部门的负责人